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就在昨天2020年的最后一天 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一个通知 说1月7号到1月11号这几天 将会对三家中国企业启动退市的程序 这三家企业分别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中国电信 中移动和联通 这三家垄断中国通讯市场的企业 被认定是跟中国军方有关联 所以被美国要求退市 纽交所的这个举动是根据美国总统川普 在去年11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来做出的 那么那个行政命令是规定 美国禁止对跟解放军有关联的 和解放军控制拥有的企业 中国企业进行投资 毕竟这三家公司不仅是垄断了 整个中国的通讯市场 同时他们被美国国防部认定 是跟中国军方有关联的 这三家企业里面其中联通 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1997年当时动作很大 而且它现在的市值都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 所以说这样的三家重头的企业 被美国要求退市 这个是一个拉响了警钟 其实是在我看来是启动了一个退市潮 这个退市潮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陆续的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被迫从美国退市 那么当然了这三家企业在香港也上市了 所以它在香港也能继续吸引外资 吸引投资继续的吸金 但是问题是当你被美国退市之后 你在香港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很乐观了 因为香港本身也是要承载美国资本的 也要承载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 这个世界的资本的 所以说这些资本进入香港 一定是你获得了信任 就像你在美国上市一样 它基本上是一个同样级别的 但是如果你被美国的纽交所退市了 被美国拒之门外的话 你在香港也很难有容身之所 就是说未来 如果你在香港继续的吸引外资 而这个外资即使不是美资 可能是欧资日资 但是仍然会受到限制 美国的法令 美国会追杀到香港来 因为这些企业已经在美国政府眼里边 是黑名单了 被美国当做黑名单之后 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你都是玩不下去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所以说 首先 但是这个风潮是一步一步来的 一开始可能在美国 陆续的不同的企业被退市 这是三家企业刚刚开始而已 那么我们知道 之前的行政命令 说是国防部认定的 跟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企业 那么不止这三家企业 还有很多家企业 到目前为止 至少30多家企业 现在是被国防部认定的 进入黑名单的 以后这黑名单还会再增长 而且我们知道 这次的退市 是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 很多人可能会问了 以后拜登上台 会不会完全扭转即逝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并不是说拜登不会想这么做 或者说拜登背后的华尔街 不想这么做 华尔街在这些企业上市的过程中 可以说他们是赚的盆满钵满的 我之前讲了97年联通的上市 对吧 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值 华尔街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他退市之后 再重新上市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了 原因在于这不是拜登的问题 而是习近平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这个问题 绝对不能单纯的去看美国 而且要看的是 两个国家的关系 要看中国的内部的政治变化 和政治斗争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习近平也不希望这些企业 在美国上市 也要求这些企业来到香港 因为到香港 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控制 能控制住住 甚至你在香港上市 我都可能要怀疑你 因为有可能控制不住你 更何况你在美国上市 你在美国上市 就意味着你要跟华尔街勾兑 而习近平现在是很抵触 这种中国的政商界人士 跟美国的华尔街勾兑的情况 他是非常警惕的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既然被美国踢出来了 他们就不太可能回去了 他们至少现在还在香港 未来被围堵 在香港他们也混不下去了 到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再继续的 欺骗整个西方资本了 他们只能割自己国家人民的韭菜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个大趋势 我们要清楚这一点 拜登上台 第一他只是待几年 他有一个时间线的 第二就是习近平也不一定 就对美国的新政府有信任感 而且更何况 他对他自己的人是没有信任感的 他自己人都没有信任感 更何况对美国华尔街有信任感的 第三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变换 我们知道之前就在去年年底 川普又签署了一个法案 叫做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对吧 这个是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的法案 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中资企业 在美国上市设下了更高的门槛 它的标准是连续三年 你没有经过美国的审计通过 你就得离开美国市场 这个也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说这个法案 注意是国会的法案 所以如果我们全盘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除了美国的民意 是反共的民意 加上美国的国会的制衡 再加上习近平对美国的不信任感 和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的冲突 这都是说明拜登想轻易的改变 这个大的趋势可能性是不大的 他只能做一些小手脚 缓和中美之间的冲突 但是缓和归缓和 他也不能够完全180度扭转 整个历史趋势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没有这个本事 他也没有这样的民意基础 所以总的来讲 中国企业会陆续续续的从美国退市 不管是因为他们不符合审计标准 还是他们本身听共产党的话 跟解放军有关系 这些都是他们要滚蛋的原因 总之电信联通和移动的退市 这是掀起了中国企业 陆陆续续 从美国退市的一个风潮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 未来如果拜登上台之后 他会怎么做 他的做法也是要受到 整个美国的媒体 人民的监督的 同时他还受到了美国左派的制衡 而美国左派并不会对中国有任何的好感 像Bernie Sanders这些人 他们的势力也在最近这两年开始崛起 就是借着逆全球化的风潮 所以说拜登是很困难的 胡温的政策是不出中南海 拜登的政策很可能就是出不了白宫 或者说他没有任何的决断能力和执行能力 他会受到左右两派的夹击 再加上整个国际环境的变换 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 美国目前面对的严峻的一个局势 当然了川普还没有完全放弃 我们看到今后还会有一些动作 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 我们下期会讲川普后面的一些动作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